我们准备开始了吗 可以了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了 由你来 老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 好 好 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 也祝群里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祝李彦卉老师节日快乐 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5P医学 我们5P医学APP 我是5P医学APP课程助手周若曦 5P医学APP是一家面向华语世界 在中国传播正面冥想应用的数字化机构 借助互联网技术研发了自己的APP 然后自2015年成立以来 我们团队一直在做正面的传播推广工作 在线上线下累积组织了200多场次的正面系列课程和研讨会 我们邀请了讲师和嘉宾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中华地区 包括国际上的正面应用的水平和发展阶段 我们有接近30万人次通过我们的平台和APP接触并学习到了正面 正面帮助了不同职业的人群 缓解其焦虑压力失眠等心理困扰 助力他们提升新生健康生活品质和生命内涵 这一次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湾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副教授 四孟学以佛典专业讲师李燕慧导师为我们分享四孟学和梦工作探秘之旅 李燕慧导师是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博士正面认知疗法NBCT的教师 也是正面助人协会的理事长 好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燕慧老师 好 谢谢周老师的介绍 然后很谢谢各位伙伴今天晚上一起来认识梦 那特别谢谢五批医学 虽然我们这个梦的课程呢 跟正面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直接的关联 那但是五批医学也很乐意来做这个平台 还有正面助人学会 还有台湾我们有一个大大人小小孩的一个组织 那这三个机构是主办单位 那非常谢谢这三个单位 这个有时候呢 我们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那想起来好像很容易 但是如果呢深深的去思考的话呢 你会发现可能不见得这么容易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演讲呢 那大家可以关掉视讯静音这样听都没问题 那如果我们时间足够的话 最后我会开放十分钟的时间 让大家问问题 但是如果时间不足的话 那就没办法 那因为今天的这个PPT呢 有一点长 那但是我想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那么也没有问题 我确定一下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请你在聊天的地方写一下 我的声音这样够不够大 可以听到 声音OK 好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谈今天的这个主题 好谢谢大家告诉我 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认识这一场 试梦学与梦工作的探秘之旅 好那么我们梦是每一个人都做梦 是每一个人天真就有的能力 好但是也许呢 我们有一部分的人比较常做梦 有一部分的人比较感觉不到自己有做梦的现象 或者是做梦的内容 好那么试梦学的梦工作呢 就是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梦的一个课程 好那这个旅程呢 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是在一个探险的旅程 好那么到底呢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在这个梦探索梦的历程呢 可以发现什么 这是一开始我们真的不知道的 好那我们的这个课程会比较轻重于 试梦学 好因为我自己带梦工作的一个经验 还有就是说一般梦工作呢 就有点像是心理工作 心理工作呢 尤其是产体心理工作 需要相当的一个安全感 因为当我们谈梦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谈到多私密 好所以在我们的课程 因为是网络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也不大会有机会 让大家来谈个人的梦 好那所以呢 这是在网络课程 而且是一个大班课程的一个倾向 好 好 好那相信庄州梦蝴蝶 蝴蝶梦庄州的这个预言故事呢 大家都听过 好 在庄子奇悟论篇里面 好 纵使你不知道没读过庄子 那么这个预言一定也听过 在庄子奇悟论篇呢 有一个预言的记载 就是庄子呢 有一天 他在做梦的时候 他梦见自己变成蝴蝶 然后作为这个蝴蝶呢 他活得很快乐 然后在这个当蝴蝶的这个历程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庄子 然后他就醒了 当他醒了之后呢 他自己就很困惑 到底我是庄子在梦蝴蝶 还是呢 蝴蝶梦庄州 好 那这个议题呢 表面上很简单 好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自己是在做梦 如果你在做梦的时候 知道自己在做梦啊 这是极少的现象 好 那么这个现象呢 叫做清醒梦 好 那我们今天也会谈 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一切像是真的 好 那么所以呢 庄舟梦蝴蝶 蝴蝶梦庄舟的这个议题 从哲学上来讲 他就开启了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就是什么叫做现实 什么叫做幻梦 好 那么真实的世界 醒的世界跟做梦的世界的判定的依据在哪里 如果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一切是很真实的 那么醒过来之后呢 我们也觉得一切是很真实的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还是在醒的的世界 这个哲学问题一直是从2000年来在中国哲学里面不断被问的问题 那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古典的一个哲学的议题呢 在世梦学里面它也是一直都有一个位置的 好 那这部电影我相信有很多人看过 好 在台湾叫做全面启动 好像在大陆的翻译叫做道梦空间 好 那我们这里调查一下 你看过这部电影的 请写一下 你只要写看过就可以了 在这个分享的地方 哦 有很多人看过 好 很好 那 好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过 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呢 我们非常地推荐大家去看 好 因为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好 那这个导演 大导演洛兰呢 呃 他的这个整个 呃 电影的一个构想 好 就是 哎 跟现代的一个世梦学 他显然有相当深的认识 好 在梦境里面 呃 透过进入潜意识 然后呃 进入某一个人的潜意识 试着去影响梦者 好 那么呃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他显现了三个层次的梦境 好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电影 所以那个电影拍的真的是非常的呃 非常的精彩 好 非常地爽动 好 那么在这个全面启动的这一部电影里面呢 我们当然没办法详细说 好 我真的不知道看了几遍 他也带了学生看 好 好 那呃 详细说的话 那个一个晚上讲 我讲不完 好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开启了在世梦学上很重要的几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果是我们如果是在梦境 那么这个梦中的意识跟我们现实的意识的关系是什么 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谈到意识 个人的潜意识 还有集体的潜意识 好 那么到底在梦境的世界 人跟人之间的意识 有没有办法所谓的共享 好 在这个电影里面 它就是通过共享梦境去进行的 那么当然我们在限制世界 我们可能觉得 诶 这不大可能 好 不过在那个超凡之梦的地方 确实有所谓的共梦的这个现象 好 甚至呢 现在在梦科学里面 也有一些人 特别一些专业的科学家 那他们呢 会以这个为主题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梦境的世界 跟现实的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吗 好 我们说 它确实就是在我们经验里面 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在我们睡着的时候 我们自己经验到的一个世界 跟跳出来在我们身体 躺在床上的这个世界 很显然是两个平行奉在的一个世界 好 那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意识的世界 跟现实的世界 甚至潜意识在深层的世界呢 它是很多很多层的 好 所以在探索梦境的时候呢 在现代的世梦学 也会去探讨意识的不同层次 好 那这一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探索的一个方法 好 好 那这是我们在讲梦其实离我们始终很近 好 从古代的哲学到现代的电影 好 这个简单的例子 那其实有更多更多的例子 好 电影的例子也好 文学也好 好 那我们再回到一个 这个现代的一个世梦学的一些文献来讲 其实我们的梦呢 真的不容易 不难理解 好 那么佛洛姆有一本书 佛洛姆就是精神分析 可以算是那个跟阿德勒差不多同一个层次 同一个年龄层的人 好 都算是 那个佛洛伊德跟荣德的后学 好 那佛洛姆有一本书 这个当然他讲的这些内容 在佛洛伊德跟荣德都有说 但是他讲的更清楚 就是我们梦境呢 如果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会做梦 那么去了解我们梦境的语言 就跟我们要学习外语一样 一样的重要 好 所以梦境的语言呢 是一种心灵的语言 那梦境的语言是一种象征语言 而象征语言呢 是人类呢 最原始的共通的语言 好 在还没有小孩子 在幼儿还没有开始学习文字之前 那么他们就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 我相信你如果有养育小孩的经验 这个很容易理解 或者是跟幼儿的教学的经验 很容易理解 在你还没有开始学习文字概念之前 每一个小孩子都会画画 那我们在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都是有能力画画 也就是我们的图像的表达呢 是在我们的心灵的一个原始的位置 在还没有学习之前 它就是我们会表达的一种形式 而在我们的梦境世界当中呢 大多数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梦境呢 都是图像影像 就好像我们在梦境里面呢 就像是一个流动的一个影像一样 那有时候当然会出现概念文字 那声音 那分识呢 大多数是一个影像的方式进行 而在这些影像的世界呢 就是一种象征语言 流动的 动态的 这样的语言 所以呢 如果我们既然 每一天 大多数的人都会做梦 那么去学习梦境的语言 作为一个自我了解 甚至作为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就是十分的必要 就好像是学习外语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种语言 我们学习外语 我们就好像打开了跟一群人之间的沟通的连结 而梦境这样的一种图像语言呢 如果我们了解的话 那么我们一方面是跟自己的心灵的深处的连结 更深的看见自己内心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聆听他人 谈他们的梦的话 那么我们也好像是有一个开放的空间跟门界 去进入他人的世界 所以在犹太教塔木经 有一句话 这一句话也是世梦学经常讲的 就是呢 慧解之梦犹如没有展独的信 那我们简单可以说 梦境呢 就好像是我们的心灵 创造的一个 不断不断创造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梦境就是我们的心灵 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保障的创造力的空间 而当我们做一个梦呢 就好像是潜意识扶上来的一封信 如果我们的意识可以解读 可以了解 把它纳入自己的一个理解世界里面 那我们的一种心灵的一个空间 方广跟神秘的世界呢 我们就每一天可以更深的自我理解 所以这是弗洛姆讲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世梦学呢 的特别的一个意义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梦境的语言当作是一种语言 每一个人都要学的来看的话 那他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呢 那在这里我简单的谈到我自己 我其实在试梦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呢 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试梦学 这样的一个学术领域 我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梦 每一天都从小我就很多很多梦 那每一天的这个做梦呢 都很奇怪 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 那么特别在我读研究所硕士班的时间呢 因为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多 每一天的睡很久 那个时候经常的每一刻的时候 我一天会睡15个小时 然后每一天都梦的一塌糊涂 梦的自己都不想醒过来 然后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的梦世界 比现实的世界精彩的多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我就做了很多很多梦的记录 但是对于梦有什么意义呢 却完全不了解 因为哲学上谈的不多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开始接触心理学 那一直到我在德国留学的时间 我自己是在德国读哲学 开始呢 我对于梦的一个理解 我就开始参加工作帮 然后自己就是也当开始 那个心理工作的学习的旅程 那我自己的精神分析的这个部分 我自己是当病人 有一段时间我介绍心理分析 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 那这部分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 然后之后呢 我自己开始学习心理剧 在心理剧的一个历程呢 我的督导本身呢 他就是荣格学派的 并用心理剧的一个 一个心理剧的导演 那么我就跟着他学 那所以在那个历程呢 我自己学习就是以精神分析荣格 跟心理剧的梦工作为主 那当然老师说我上的课不多 不是一个完全的专业训练 因为梦的一个心理治疗呢 是需要有特定的专业训练的 那我只是一部分的学习 然后开始当我在南华大学 开始教书的时候 因为对于梦的这个主题的兴趣 所以我在南华大学 大学部也开 研究所也开 然后在校外也带了很多的梦工作帮 所以教示梦学的梦工作呢 教了很久 然后我自己也做海德德跟 在分析学派的一个梦的研究 那这一部分这个有点遮住 但是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历程里面 对于梦的了解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 对我的帮助很大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在我们的 因为南华生子学系 还有我自己在教梦的历程 大多数来学的都是教育心理 那我们有一些殡葬领域的人 社工领域的学习者 也就是助人专业 所以一方面我教大家 就是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学员 怎么去探究自己的梦 然后也学习怎么聆听他人的梦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梦工作的方法 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呢 这个课程因为教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做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了解自己的梦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特别觉得在这个时间呢 想开这样的课程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课程目标呢 就是探索社梦学的多元诠释领域 我今天等一下就会介绍 社梦学的领域实在是太广了 然后第二个呢 学习了解梦境的象征预言 去看看我们自己的梦 我们怎么去了解 然后第三个呢 了解梦境的意义 作为自我探索跟自我了解的方法 还有呢 学习在梦醒跟 在梦境跟醒境呢 自我安心的方法 有时候我们说 人生像一场比较长的梦 梦像一场比较短的一个人生 那在梦境在醒境 我们都会有很多心不安的时候 无论是焦虑是压力 甚至有的时候是噩梦 那在这些时候 我们怎么去让自己的心可以安呢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 在最后的一部分会学习的 所以这是我们设定的一个课程的目标 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问卷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要请周老师来PO一下 第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感觉自己做梦的状况如何 好 就是你直接的感觉 那 一等一下会有三个答案 你可以点选 一呢 就是常常做梦 好像每一天每一夜都做梦 就是属于梦很多的 二呢 就是偶尔做梦 三呢 就是很少做梦 甚至几乎不记得自己做过梦 好 一二三 那我们请那个周老师PO问卷 周老师这样不行 你要让大家 你要 可以吗 好 在十秒钟 OK 好 大约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我们大约有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会记录梦 谈梦 试着了解梦吗 只有两个答案 yes or no 一就是yes 会 那第二个就不会 no 好 可以开始 OK 在五秒钟 OK 好 可以了 大约 占一半一半一半左右 好 百分之五十一是 百分之五十一是会 好 百分之四十九是不会 好 那我们这个课程 对梦的学员 对梦有兴趣的人 很多 所以这个比例算是很多了 就是做梦比较多 然后会 试着去了解梦 好 那么 呃 梦的意义呢 好 这个部分的显现出来 好 大家对梦是很有兴趣 而且 呃 也对于梦境的意义呢 有相当的认可 好 那 呃 我们看了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就很简单的讲一下 基本上如果照着是梦学来讲 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天晚上都会做 我梦 好 那么 但是有的人会梦比较多 比较激烈 好 那有的人梦比较少 好 那当然就是有所谓的REM跟 非REM就是那个 快速动演期的梦 跟那个 呃 非快速动演期的梦 好 那这些呢 我们今天就不讲 但是 梦如果 我们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 也没有试着去了解它 它在我们的生命里呢 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好 虽然从心理学的一个心理动力的角度来讲 做梦这一件事 它有一种自然的一个 呃 所谓动态的作用 但是去了解自己的梦 给它位置 而且深入的去了解 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好 所以呢 也许你上了这个课 那 呃 你不见得会做梦比较多 好 因为做梦多跟做梦少 这个好像大多数是天生的 好 但是记得梦 跟对于梦的了解 试图去了解 好 那这件事 是我们的梦的课程 可以大家一起来尝试的 好 那所以我们了解 做梦呢 是一个自然状况 但是了解梦 它就像是一个 了解一个外语一样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外语 没有学这个外语 我们可能就不是很了解 呃 呃 这一大堆的文字在说什么 可是如果我们试着去 学习英语也好 德文也好 什么语言也好 就好像开启一个世界 那么学习梦也是这个样子 好 那当你越来越了解梦的 象征语言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是一个蛮容易了解的事情 我们也不见得要学习多深 但是对于自己呢 日常的梦的理解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个课程上完之后 大多数的人 呃 不能够说全部了 但是我相信呢 至少十只六七 你可以自己去解释自己的梦 好 接着我们就来谈 认识梦呢 需要双翼定静 好 在这里呢 就好像这个鸟在飞一样 需要有两个翅膀 好 那么从事梦学的一个角度呢 就是可以了解梦的多重的诠释 从古代的事梦学 当代的事梦学 梦科学 梦心理学 我们都可以了解很多 而且大家的信任感比较深 因为团体梦工作 会有很多的一个自我揭露 好 那么在我们这个课程 第一个因为是往线上的课程 第二个人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安全的基数 一对一的来谈自己的梦 但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想我会试着教给大家 怎么去跟你自己的梦 自我对话的一个步骤 那虽然很简单 但是大家可以 基本上可以学到一个很简单的 自我对话的 所谓的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梦工作 就没办法在这里做团体梦工作 所以我们的课程呢 比较以试梦学为主 那随着我们试梦学的学习 也带进去一些 自己可以做梦工作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梦的话 是需要这两者同时都并进的 好 所以讲到这里呢 我们接着就要来介绍 当代的试梦学 那我们可以说当代的试梦学呢 以梦科学跟梦心理学为主 哲学的问题反正一直存在 但是哲学很难作为一个主流 它是一个在梦科学梦心理学 一定会问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讲到当代的 应该从1900年 佛洛伊德到现在 已经试梦学的一个当代的一个发展 至少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么试梦学史呢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慢慢会讲 那大概1960年代之后 慢慢就有所谓的国际梦研究学会 在西方 那么但是可能就是一群人一群人 那在这里呢 我找到这个是现在很活跃的 这个国际梦研究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Dreams 那这里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Google 找来看 那么这个梦学会呢 就像很多其他的专业心理学 或者是科学的一个学会一样 他们每一年呢 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conference 就是研讨会 那至少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两个 然后大大小小的一些梦工作方 那么现代呢 今年2021年呢 有一个国际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特别谈清醒梦的 Rucid Dream 就是清醒梦呢 不得欢迎成为清明梦 现在非常的热门 那这个趋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那这个在未来有机会 我们到了后面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点介绍 有兴趣的人自己可以查查看 那这里呢 都是会带工作方 然后做一些presentation的 就是一个介绍的一个专家学者 有一些是实务工作的 那么 依他们的一个 这个国际梦学会的这个内容 那么比如说 他们有一个梦研究团体课程的系列 我只是举这个 现在在他们网站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例 里面呢 就分好几个不同面向的课程 比如说 关于梦的分享的历史 也就是 四梦学的一个分享的历史 那这个可能要推到那个三四千年前 那尤其是三千年前的所谓的巴比伦文化 亚述帝国 这样的一个文化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那这是梦分享的历史 然后到原始社会 那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梦科学跟梦心理学 然后这里特别列出了清明梦的科学 清明梦的一个科学研究 那么这个部分呢 也是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这个课程的一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梦工作方法 那这里呢 有梦工作方法呢 我只是列出几个 比如说基础的梦工作 如何去聆听梦境 共同创造的梦工作方法 那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梦的 一对一的 或者是一个团体 你怎么去做梦的访谈 当然也包含就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怎么去访谈梦着 那还有呢 就是转化跟蜕变的梦工作 Dream 就是那个比较 着重于怎么去做内在转化的 这个部分 还有呢 探索梦境的不同的主题 还有 其实就是焦点梦工作 聚焦的一个梦工作 那还有梦工作跟团体心理治疗 这些就是一个一般可能常常有的一个内容 在他们办这个学术研讨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那个梦工作的一个面向 主题可以参加 那么梦科学呢 也是现在跟所谓的睡眠科学呢 做很多连结的一个科学 但是在这个梦科学的部分呢 有很多特别去探讨我们意识 我们意识有哪一些形式 那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做这个部分的研究者呢 大概都是医学背景 或者是脑科学背景的研究者 那老实说我的认识也很有限 因为脑神经科学 这个是真的是太专业了 但是这些书 你在伯克莱的英文书就可以买得到 Dream Science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个研究呢 就是像这里的这个脑坡 这个就是用MRI 这个是MRI的一个扫描 也就是他们的研究 当然就是在一个所谓的睡眠实验室 梦境的实验室 然后接很多很多的那个探测器 在头脑里面 那有的呢 可能就是在MRI里面 就是这些科学的仪器的一个研究 那这边呢 我很简单就是从那个BBC的新闻 新闻网的科学报道里面 简单截取的 那科学家呢 利用很多脑部的扫描来阅读梦 那这里所谓的阅读梦呢 就是去看在这个做梦的时候 我们脑坡是怎么样并行的 那这一部分我想跟那个禅修研究一样 禅修研究 现在也是经常用那个脑部扫描的方式来做研究 看人在特殊的一个禅修的状态 脑坡的一个活跃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么这个梦的研究也是 就是可能呢 在做梦的时候 哪一些脑坡特别的活跃 那研究者呢 就会可能就是会对照 那个梦者的一个主观的报道 那你要把它叫醒 还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是在一个梦科学的研究室里面 会进行的 可能就是在那个梦者 接受这个研究的这个梦者呢 在睡眠的过程 然后去测量他的脑坡 那可能到那个脑坡呢 某一个程度 IEM的一个睡眠的状况 比较深入的 看起来那个脑坡就是做梦的状况呢 把它叫醒 然后让他去做描述 这个是我的采测了 那因为这个研究很多 这个研究 它已经变成是一个 大脑的研究的一个 相当普遍的一个主题 那所以这一部分呢 都是属于脑科学的部分 那也有一些脑科学的这个研究呢 是所谓的定向铺梦 这一篇呢 是我在那个MIT看到的一个报道 那我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把它截取了 有兴趣的人自己去看 也就是透过在睡眠的时候呢 传送讯息给这个梦者 然后在梦之前的一个不梦的一个作用 然后在那个做梦的状态里面呢 去做一个讯息的一个传输 看看呢梦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呢都是现在的一个所谓梦科学 发展的一部分 那除了梦科学之外梦心理学 当然也很多 更多了应该是说更多 像有很多的梦相关的期刊杂志 那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就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eam Research 那它是从心理学的面向 涉及睡眠跟做梦的这个面向的一个 奇摊杂志 那这样的一个国际奇摊杂志呢 它会研究的主题 就是比如很多噩梦啊 清醒梦啊 儿童梦啊 睡眠 种种的心理状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呢 多半也都会连接着现实心理学的应用 那很可能有一些人 他做了一些研究之后 他也把它变成是书籍 比如说解读孩子的梦境 那这是一个华国人写的 也就是属于比较心理学应用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四梦学领域呢 就像很多其他的心理学的领域 他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一个 已经是非常兴盛的一个研究领域了 那如果我们在讲现代的四梦学的话 无论你是精神科的医生也好 或者是心理学家 心理咨询 心理工作者 那么你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 那么目前呢 这个领域因为太广了 如果你有特别的兴趣的话 那么这些资料你可以去搜查 然后自己在专业上可以去更深入的认识 在我们这个课程 基本上我们就是一个概论 试梦学的概论跟梦工作的入门 很简单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不会在这个课程里面 不会谈到太多的梦科学 那因为那很专业 然后梦心理学的部分 我们也都是很基础的部分 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前提 你也不需要是特别学心理学的 因为这个梦的 我们的这个课程就是一个基础入门 是为了了解自己的梦 跟试梦学的一个普遍概念而设的 那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呢 有七本书七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呢 因为我在我们的海报里面 已经呈现很多了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普遍的 接着下来呢 会从比较古典试梦学 当代试梦学的概说 然后从伯洛伊德 从荣德这个基础 心理学的基础 来认识什么是梦 那接着呢 我们就会到第二个领域 超凡之梦 还有清明梦 特别选出清明梦 还有西藏的这个睡梦瑜伽 当然这三个领域 很难说它是一类 但是跟一般的心理学范围的梦 是比较不一样的 我就把它归为 同样的大约的一个范畴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选择 这部分其实也可以说跟梦无关 心经的这个部分 还有跟生活的整合 但是就如我前面说了 我觉得 找到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梦中跟醒的时候的心的自我安定是很重要的 那心经是一个很容易了解 可能也对我们蛮有帮助的一个可以并用的一个经典 大概是这三大部分 接着呢 我就来介绍这个七本书 其实不止 大致就是这七个范围 第一本书呢 就是大梦两千天 那在大陆这边 简体字翻译成私人梦史 或者人类梦史 那么这一本书呢 可以说就是世梦学史跟世梦学的核心概念 那这位作者呢 Antonie Steffen 就是这位作者 他今年已经88岁了 他是荣格学派的心理学家 所以这个 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 从荣格学派的观点 当然他有介绍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荣格学派 一个蛮有名的心理学家 所写的 那么这本书是1995年 就英文版就出版了 1995、1996 那但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运用他 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涵盖的范围 很适合当做一个概论来讲 那么为什么叫做大梦两千天呢 是因为他的计算就是 如果我们活到75岁的话 那么加点陈储 每一天如果我们说 我们睡眠有八个小时 然后在这个八个小时里面 25%是在做梦的时间 这个是做就做梦的一个 一般的统计来讲 75岁75年的人生了 至少有六年的时间 也就是两千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是在做梦的 所以如果就这个这么长的做梦的人生来讲 梦难道我们不值得 我们去认识吗 所以这本书本来是叫做梦私有的神话 但是后来就把它改为大梦两千天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那么这本书呢 它就从古典式梦学 然后佛罗伊德 荣德 一直到后继的介绍意识 潜意识 个人的集体的 还有梦的语言 梦的运作 象征 梦跟心理治疗 还有常见的梦 那很多的内容 那我要讲的是 因为我每一次的内容太多了 我都会只截取一部分 只截取其中的一部分 不然根本就讲不完 那第二本呢 当然就是佛罗伊德的梦的解析 那么我们说佛罗伊德老爷子很有趣 无论你喜不喜欢他 无论有多少人骂他 你好像要讲到梦也好 讲到心理治疗也好 你不讲佛罗伊德 不骂一骂他 你就不知道怎么从何讲起 那所以梦的解析呢 我们也会有一次来上这个课 那我们可以说梦的解析很重要 就是现代式梦学的开始 整个古典式梦学呢 你如果说三千年好了 那么佛罗伊德梦的解析呢 他有很大的重要性就是 他很有系统的 以现代人的观念去讲梦 那当然里面的很多的观点 都被批评的体无完肤了 可是呢里面他也是有很重要的内容 所以这本书是其实是1899了 就快出版 那一般都讲1900年出版 现代式梦学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那你买到哪一个版本都没关系 我们这里介绍的书呢 因为都很长久了 所以有很多的版本 买哪一个版本 如果你有兴趣去买都没问题 好 那佛罗伊德很重要的几句话就是 梦是愿望的实现 或者愿望的满足 然后了解梦 解释梦是通往我们心灵潜意识的 勘装大道 那么很简单的 佛罗伊德的最大的贡献就是 把梦跟潜意识跟心理治疗连结在一起 而且呢 他对于梦的一个运作的方式 有蛮精确 还有很丰富的一个解说 那所以梦是怎么来的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材料 他是怎么运作的 从他的农桌象征一致认识 种种的这些运作的方式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了解自己的梦 还是相当有帮助的 但是佛罗伊德说 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实现 那这样的一个坚持 所有的梦呢 就让他被后面的人骂了半死 那我们可以说 只要把他的话改为 一部分的梦是愿望的实现 那就对了 但是你如果说全部 那就真的是没完没了 那这是佛罗伊德很简单的一个内容 接着我们就会来看荣格的两本书 我列出来的人及其象征呢 是算是荣格的最后一本书 但是其实人及其象征不是荣格 自己完全他写的 其实是他跟他的几个亲近的弟子 总共有五个人一起写的 那因为荣格本身就是一个 很会做梦的人 而且他的梦呢 都跟他的生命的发展 跟他的人生的转折 有息息相关 所以他的每一个梦 解出来的一个梦呢 就好像是一个化石带石一样 那所以在讲荣格的这一部分呢 除了人及其象征之外荣格自传 也是很重要 回忆梦显示 那被荣格的梦有兴趣的 其实这两本都要看 那么荣格呢 很重要的是除了在心理学 一般的心理学 他本身就是一个超个人心理学的 一个先驱 如果现在讲超个人心理学 就是不是一般的心理学的层次 那么有更深的跟灵性 跟一个多重的心理空间有关的 那这一部分我们今天没办法讲 从荣格的一个理念来讲 那么对于梦的一个认识呢 也是一个认识自己心灵的深层 包括原型包含个人潜意识原型的 一个脉络的一个必经的途径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就是 他讲的梦呢 是一个个体化的历程 必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去荣格的一个讲梦的这一部分 比较涉及整体的心理的成长 包含跟自己阴影的面对 还有自己的所谓阴性阳性部分的一个整合 那也就是荣格的一个梦的一个说法呢 是更深更广的 真的跟佛洛伊德比起来 荣格是更重要的一个世梦学家 所以荣格的部分 我们会花三次的时间来讲 当然也是讲不晚 而且除了刚刚的两本书 讲荣格的梦的书实在是太多了 到时候我会有一些补充的材料 那从荣格跟前面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还是比较着重在一般的 所谓的梦心理学 那么从超凡之梦呢 我们就会进入梦境比较特别的一个领域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自己是做过超凡之梦的 那所谓的超凡之梦呢 包含这些很特别的一个领域 创造的 创造梦的领域 包括亲民梦 离体梦 那有一些是怀孕的时候 母亲特别做的梦 还有疗愈的梦 梦中梦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跟所谓的超感的现象连结的 比如说心电感应的梦 超视觉的梦 遇之梦 前世的梦 启蒙的梦 遇见神灵的梦 真的是无奇不有 那么这一本书呢 超凡之梦这本书 其实也要跟梦境实验室这一本书连着看 因为它的作者群是一样的 只是梦境实验室这一本书 出版的在台湾 出版的更早 那么我觉得看超凡之梦比较好看 所以就带大家看超凡之梦 但是梦境实验室就是他们实际整作的一个 历程的一些实际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两本书呢 有兴趣的人可以一起看 那很重要的就是这几个 Krippner跟 蒙特乌尔曼呢 他们都是属于梦研究的先驱 所以他们在研究这些超凡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从科学的一个方法去提问 那并不是一般就是用怪力乱神的方式随便讲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书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梦的现象会开启很大的一种不可知的范围 如果我们是很随便的怪力乱神式的去讲的话 那么跟我们自己用想的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真正的一个好的梦学的一个研究就是 你科学的方法去检证 所以这两本书所开启的这个范围呢 当我们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预设所有的这些我们经验 有一些个人经验的这些现象必然为真 而是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反过来问 那么他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 所以这是超凡之梦的这个主题 那么清明梦呢 或者有的现在是翻译成清醒梦 一样的就是Lucid Dream 他的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做梦的人在梦中 他知道自己在做梦 但是他在做梦的这个立场 他还是保留在梦境里面 然后在这个做梦的一个历程里面呢 他有某一个程度的心颖的自由 那么尤其是这个Stefan Lefebvre就是赖伯德 那他呢 这位赖伯德呢 他就是清明梦的一个可以算是研究的先驱 现在七十几岁了 那他是美国人 然后是原来是数学博士 然后他从小就会做清明梦 所以呢 他后来学心理学 然后也在史丹佛大学的科学实验里面呢 去进行他清明梦的研究 那之后呢 训练他的学生也都会做清明梦 那现在他应该是已经在很久的 所谓的清明梦的工作方 那他的书也都是从清明梦的一个梦工作 梦研究里面 整理出来 结晶出来的书 所以这个书是非常值得去阅读的 盼究清明梦的世界 那在那个反比字版台湾 我觉得他的翻译不是很好 梦境完全使用手册 从这里几乎看不到清明梦 那我想翻译者有他的 翻译者有他的意义 那但是我想我们这里就不谈了 道士大陆就是直接翻译成清醒梦 这两者是一样的 所以这部分呢 就是探索清明梦的世界 我看到有很多人想问问题了 那问题呢 我们在我看一下时间 我想我还是一口气把它讲完 然后后面有问题的话 再留时间让大家问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 就谈到什么是清明梦 那预备做清明梦 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工作 那在这个清明梦的过程呢 尤其会做夫梦的这个部分 也是属于清明梦范围的 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睡眠 然后清明梦的运用 特别多是在心里的自我训练 所以他这里有很多 就是怎么去面对比赛 演出前的排练 解决问题的灵感 那如果有梦夜的人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梦夜本身 就是压力 恐惧 焦虑的一部分 那么怎么运用清明梦 去释放内在的恐惧 还有呢 疗愈心灵的创伤 那梦境梦工作 应用在创伤治疗 这是很 已经有很久的历史 那最有名的就是 美国的越战 越战有很多老兵 那他们回来之后 经常的那个创伤的梦 那么这个研究呢 就是也是怎么去帮助他们 所以清明梦的范围也是很广 那么怎么样学习 透过操作自己的梦境 能够呢 去面对问题 克服困难 还有实现内心的潜能跟愿望 这是现在的一个清明梦的 工作的一个领域范围 我们在上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不敢promise太多 因为我觉得做清明梦 而且运用清明梦 这是要有前提的 第一个很可能呢 你时间要够 第二个呢 你可能自己不是在压力很大的生活下 不然让他如果变成是 你内在要睡眠之前的一个焦虑跟压力的话 那很可能你没有做清明梦 反而做了焦虑的梦 所以这是我们一起来认识 究竟能不能应用 这一部分就到时候再说 看个人的一个情况 讲完清明梦之后呢 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来看这个西藏的睡梦瑜伽 那严格来讲西藏的睡梦瑜伽 它根本不是世梦学的范围 一般世梦学的范围呢 不大会去讲这一部分 可是呢 很有趣的是 对于清明梦有兴趣的人 他们对于藏传佛教的睡梦瑜伽 会特别有兴趣 那这个两位大师 就是这个Stefan Labelle 跟这个名字很难念 甲旺仁波切呢 他们就有一些对话 那不只是跟甲旺仁波切的对话 Stefan Labelle 他也跟一位Alan Valas 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师 都有一些对话 很有趣的是 清明梦跟睡梦瑜伽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说他不同吗 当然很不同 但是相同的部分就是 睡梦瑜伽也是在梦境当中 是清醒的 好 那我们可以说 清明梦的范围 他还是在一般世梦学的范围 但是西藏的睡梦瑜伽 他既不是瑜伽 他也不算心理学 他其实是一个修持 而且是相当高的 进阶的修持 一般的藏传佛教的 仁波切啊老师 他不会教你睡梦瑜伽的 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基础 那简单来讲 这一部分呢 我只是跟着大家一起读书 我自己没这个能力 因为你要有睡梦瑜伽的这个能力 你已经需要在修行 有很多很多基础了 但是来认识 还有呢 去看见他到底 对我们的生活 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跟帮助 这个蛮有意义的 那西藏的 睡梦瑜伽呢 基本上其实是梦瑜伽跟睡眠瑜伽 两个部分 因为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的时候 经验的一个历程 就跟我们死亡的历程 会经验的历程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在藏传佛教里面 除了醒的时候的一个练习之外 他也应用睡眠跟做梦的时候的一个深层的禅修 让心可以实时认出自己的所谓的自信明光 那当在梦境当中 有点像是实验性的 已经练得很熟悉的时候 在进入死亡的历程的时候 就很容易证悟解脱 看见自信 好 这个是很简单讲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是一般的所谓的梦瑜伽的人 做不到的 好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对话 然后在这个对话里面呢 也是很有意义 好 那甲望仁波切 他其实呢 他的爸爸跟妈妈是来自于佛教跟本教 好 所以他有两个传承 那他本身是一个居士仁波切 就是他有结婚 他有家庭 好 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上传佛教跟本教的传统 所以我觉得他书写得很好 那么他自己也是长期都有教梦瑜伽的课程 到底是怎么教我 我不晓得 我只能够看书 他大概也是差不多六七十岁左右 还很 算是还活力四射 所以他们两位呢 有关于清明梦跟睡梦瑜伽的东西方会话 那这些呢 在Facebook你甚至都找得到 没有很久 2017年才进行的 所以这几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认识到属于梦的 我们可能这十二周里面 有兴趣的人 来参加课程的人会一起上的 那么最后我们就讲心经 心经呢 我选圣言法师的这个书 因为心经的 讲解心经的书很多 每一位佛教的大师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讲心经 那圣言法师呢 这一本心经他讲的不难 不难理解 那么我们说心经呢 就是你读了你熟悉的 你会练习的 你的心可以不经 可以让我们自己醒的时候 睡的时候 做梦的时候 安心自在 那这里其实有三篇 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呢 所谓的观自在菩萨行身 般若波罗密多时 造界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怎么去 造界五蕴皆空 那了解呢 缘起的跟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让自己能够心安自在 好 那我想圣言法师不用太多介绍了 台湾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他 那不认识他的人也可以查一下 他是法谷山的创办人 那法谷山的中华国学研究所 法谷文理学院生学大学 这个都是他创的 然后禅宗 他是现在叫做中华禅 法谷宗 那其实就是从 禅宗就是从那个潮动跟那个灵迹来的 那这一部分我就不多说了 那他在台湾在美国都很有名 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可以看 好 这一部分我就不多说 好 讲了这么多 可能有很多人开始担心了 这么多书怎么读得晚 好 我觉得 探索梦境呢 我们要像欣赏蝴蝶飞翔一样 不要太用力 好 雨蝶共舞 好 那 本来我们就会做梦 我们了不了解自己的梦 我们也都活得好好的 所以如果这个课程呢 你觉得这么多书都要去读 压力很大 其实不需要 好 我们上课的方式呢 当然从事梦学的梦工作的两个方向来进行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我相信上课的课大多数的人都是属于 中壮年的忙碌的生活 好 那很可能呢 你有的时间真的很有限 白天有很多的工作 回家还要工作 好 那么 没有时间的人 没有关系 你一本书也不用读 好 这个不是必要条件 好 是 你可以听课 那 如果有一些课你没听到 你就看回播 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普通 补充的资料 好 然后呢 你上课听完 你自己心里想一想在心里面回向 对你自己就会很有帮助了 好 那如果你时间比较多 可以自己选一本两本三本来阅读 好 如果你的时间精力非常的多 好 那你就去买这十本书来读 好 所以 依自己的情况进行 不要有压力 好 因为 如果你觉得 哦 我好像没有 没有读完 不能上课什么 那太累了 好 除非你要写 这个关于梦的那个路文 那 那就没办法 好 那我们的课程呢 是轻轻松松的 作为一个灵性探索的里程来进行 那 在梦工作的这个部分呢 呃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 好 今天就 本来要请 要请 呃 呃 本来今天是要教大家做 梦日记 好 怎么去记的 但是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就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再来 好 在梦工作的部分呢 你可以学习记录自己的梦 好 那 你也可以不记 好 因为你忙的话 你也很难 抽出时间来记 也没有关系 少记或多记就有自己的生活来决定 你也可以学习的聆听他人的梦 好 那 呃 进行分析跟步骤的时候 我们会随着这个课程来进行 好 那我们不做团体梦工作 好 这我前面就讲了 而是教 哎 你怎么去做你个人的梦工作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的课程 我们希望大家呢 呃 是用这个 灵性探索旅程的心情来进行 好 不要太用力 我们说梦就好像蝴蝶一样 好 你能够欣赏蝴蝶 你就感觉到那个生活的当下很美好 好 但是呢 如果呢 太用力了 那我们眼前的蝴蝶就被我们捏死了 好 那就很可惜 好 好 谢谢聆听 祝大家好梦自在 好 我们希望我们像小baby 跟小猫小狗一样 猫是会做梦的 狗也会做梦 好 小baby也做梦 也会做梦 好 那祝福大家好梦自在 好 我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哦 不错 还有很多时间 好 我们就在这个下面用写的 好 我们就在这里 好 有 我就来收集 哎 奇怪 这些最有兴趣 好 现在呢 就邀请大家 运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回顾一下 在听的过程 你对于这个主题的兴趣 然后运用一分钟的时间 写在聊天的地方 好 你最有兴趣的主题 好 嗯 清明梦 了解自己的梦 超梦境 梦瑜伽 梦中梦 往生的托梦 对 托梦也是超凡之梦的一部分 呃 这课程对心理治疗 很难说 呃 对助人者是有帮助的 好 体验清明梦 好 可能我后面介绍的比较多 想知道如何写梦日记 神灵的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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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瑜伽跟清明梦 好 荣格的事梦学 心经的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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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何报名课程 好报名课程 呃 我们请我们的 我们请那个 连结 哦 学过孟瑜伽 孟瑜伽我们是一起认识啦 哦 与王者沟通的梦 这个 我只能够说可能可以怎么做 谢谢大家的分享 一些问题 想问的 好 我们就写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 呃 能够谈什么问题 好 荣格的事梦学太大了 好 因为我们有三次要讲 如何记录梦境 我下次在第一次的课程 我就会讲 好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写 我都没看到 还有人要问问题吗 梦 梦境后来发生的事 如何理解 梦一定 这里有两个问题 我简单讲 好 梦一定有寓意吗 基本上梦都是有意义的 只是怎么样的意义 要case by case去讲 梦境后来 我就直接这样回答好了 好 梦境后来发生的事 一般来讲 是属于预知梦的范围 但是预知梦也可以 不是一种超凡之梦 他只是我们 应该是说我们的潜意 是收集了很多资料 自己产生的 所以这个也是要不同的判断 梦跟现实的情况 相似的时候有什么意涵 应该是说梦见 梦的导火线往往就是现实生活 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心灵的案件 那当我们在做梦之前 或者今天的一个经历 所谓的白日的残余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普遍的日常的梦 常见的现象 那么这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呢 具体的内容就必须要跟现实的情况 去做连结跟联想 那所以这个是会涉及梦工作的部分 好 接着有一位伙伴问就是 梦见姐姐得了罕见疾病 变成一颗马铃薯 这个我没办法判断 因为当我们在做梦的一个解析的时候呢 必须要回到梦者的生活去问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很可能这位梦者可以问自己 马铃薯对你有什么意义 然后罕见疾病 你的联想是什么 那跟姐姐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才能够去判断 这个梦的一个了解的方向 好 那我都简单回答了 还有接着就是 中医对梦的解读和精神分析解读有矛盾吗 中医有中医的解读 各种医学的解读 或者是心理资商的解读呢 都会有一些关联 不一定是精神分析啦 因为精神分析 你真的要遇到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师也不容易 那么精神分析只是指的 试梦学里面 当然它是重要的一番 但是我们一般的试梦学 我们不一定要跟精神分析有关 中医比较着重于身体的一个理解 病症的一个理解 这个都是从身体的这个跟梦的关系的了解来的 所以它的意图应该是有一点不同 内容跟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好 接着有人问梦见往生者有何意涵 那梦见往生者呢 这个是很多很多意涵的 我们在生死学领域呢 这是常见的梦 那可能是你思虐往生者 或者跟已经走了的 已经过世的亲人之间 还有一些关联 那么它在你的心理上的一个作用 一般来讲呢 不一定跟所谓的托梦有关 因为我梦见往生者的时候 往往在梦境里面 我们根本不觉得它是已经走了 所以到底有什么意涵呢 必须要看你的梦境的实际内容 还有要看你跟梦者之间 跟那个往生者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 还有跟白天的这个现实的状况 有什么关联 那么再有一位伙伴问 常做梦跟不常做梦的人 跟压力成正相关吗 没有办法这么说 因为很奇怪的是 好像做梦的量的多少 这好像是天生的 甚至我不知道 有没有一些遗传的关系 所以做梦多跟做梦少 不一定是跟压力有关 有一些就是天生的 有一些人他几乎从小到大没做什么梦 一睡就睡得像石头一样 那并不表示他就没有压力 也有很多人就是做很多梦 他没有压力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做梦 所以做梦多寡跟压力的正相关 我觉得这是没办法这样推断的 有没有人做统计 我不晓得 就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做梦多寡 这好像很多都是天生的 但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做所谓的焦虑梦 这是真的 看懂梦对生活的改变 有没有什么注意 有 因为了解梦就是了解我们的心灵 更深的了解 也学习着怎么自我整合 当我们能够比较深的自我整合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比较稳定宽缓 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心灵都会很有帮助 接着下来有一位问 我之前做梦会去查周公解梦 周公解梦应该不是周公写的 周公解梦呢 现在流行的周公解梦 据我的一些资讯 应该是宋朝明朝的一些人 假借周公写的 那他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我不晓得 但是在我们心理学的 心理工作的这个解梦呢 是以梦者的主观世界 去建构的一个解梦 所以并不是会用一个 所谓的客观的刻板的印象 像看一本书就知道自己梦的 这样的一个查字典的方式来进行的 所以到底周公解梦 而且周公解梦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可以说都不是周公写的 那托梦是往生者给做梦的人带来信息吗 还是做梦的人自己的梦 要判断 如果他是在超凡之梦的范围 是有可能往生者或者神灵 或者像古代的世梦学一样 有很多鬼神的托梦 神灵的托梦 很多的宗教都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不只是亡者 那么但是如果是我们一般的 想到亡者的话 那他大多数也都是我们的一种心理的呈现 好 总之梦到同一个人 应该是说有一些梦是重复梦 那重复梦的类型有很多 那这里有人写有时梦有续集 有续集的梦就叫做系列的梦 就好像连续记一样 那系列的梦跟重复梦都特别有意义 那么重复呢 也有可能重复很多不同类型的重复 比如说重复同一种情感 重复一种情境或者是一个人 那这个还要需要深度去了解 幻醒学派跟精神分析解梦的差异 这个问题太大了 这个可以写好几篇录文 这里有一个人写一个很长的梦 很可惜我这里没办法讲 会示范如何试梦吗 应该着重哪一些元素 会 这个在梦境当中 我会教大家第一个怎么记录梦 接着怎么去做元素的整理 比如说情节空间时间 人物象征物 然后之后跟现实的连结 还有呢 自己跟自己的梦的对话 所以这一部分在梦工作会的 梦境成真的预知梦怎么来 预知梦 我最前面有讲了 预知梦可能有不同的类型 有一些类型是所谓的超感预知梦 它有一些类型是我们心里隐隐约约就感觉事情要怎么样 你不一定做梦你白天也会知道 对不对 好所以预知梦就是必须去判别 好 好 梦到同一个人梦你的场景不同 这个可能也是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重复梦的一种类型 好 接着有一位伙伴写 身体湿气重会容易做梦 开始针灸做很少做梦可以睡得沉 然后不记得做梦 没错 因为睡眠跟做梦的关系会很有关联 那有某一些类型的梦是跟身体的状况 甚至跟那个环境有关联 比如说你的房间很潮湿 你的床潮湿或者那个环境潮湿呢 很容易你可能会做梦的时候 梦见自己掉在海里边 那或者是你的那个冷气太冷了 这些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所以做梦跟健康也会有关联 比如说常常梦见身体的哪一部分出问题 着火啦 或者是怎么样 那可能跟身体的某一部分有关联 这一部分就是属于身体跟梦的关系的 好 我看一下时间 OK 我们还有三分钟 那我就讲完就没了 别人没见过我的时候 为什么能梦到我 这个我不晓得 这个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属于超感梦的范围 跟所谓的心电感应有关联 但是这种像现象超凡之梦比较少 如果是别人梦到你的话 那么还要去check那个准确度有多高 那么所以呢 在那个超感梦跟一般梦之间呢 会有一些判准 比如说你梦到一个地方你觉得你去过 但是你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其实不知道 那所以在超感梦跟一般的梦之间需要很多check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一点没办法回答 好 梦的象征会因人而异吗 绝对的 应该是说在一个比较 比如说像周公解梦 或者一些所谓的梦的百科全书呢 他写的东西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梦的象征 活的象征 是跟此时此刻的这个自己的生命经验 生命史有关的 那现代的试梦工作呢 要做的就是从梦者本身的经验 去问那么这些象征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所以呢我们的试梦的方式是梦者本身是版权所有 所以梦者本身的生命经验才能够了解你的梦 同样一个象征 不同的人梦见的一个同样的象征有什么意义 荣格有几个脉络 个人的象征的脉络 文化的脉络 还有原型的脉络 那所以象征的意义呢 可以在不同的脉络里面 讲好 前世梦也是需要去check好 因为第一个这个前世是什么样的意思好 那这个都必须要细讲 我们觉得是可能是前世梦那也有可能 他只是我们的一些自己创造的影像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前世梦 他有一些要减证的一个标准 好 好 谢谢 那刚好是时间就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一边 周老师 我们来问一下 这边